那个小片上是你母亲是吧 对 听口音应该唐山的是吧 对 两位认识多久了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认识有一年了吧 因为当时在天津有一个展会 我在这边是个执行 她是个礼仪 然后就开始交往 交往感觉还不错 然而我在唐山上大学 她在天津上大学 因为异地在一起 可能有点不方便 刚好我是大三科又少 然后她就跟我说 在这边要不然给我找一个工作 然后我就瞒着家里边来找她 等于来天津实习对不对 对 稍待手着跟她谈恋爱 小片里好像你母亲很反对 为什么呀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 她又特别担心我 担心我之后就非要来这边看我 我们三个人就也在一起 吃了一顿饭 在桌子上她说的一反话 就是令我妈特别反感 就感觉她这个人特别不靠谱 说什么了 就说人是这个饭店的老板 经理也是她朋友 就各种在那吹嘘她自己 看着自己有多厉害的一样 吹也不犯法是吧 我吹也是吹得有原则 那是啥 是因为当时阿姨第一次来 我就想让阿姨多了解我一下 然后就想尽量多表现一下自己 不知道咱最后还让阿姨觉得 我让人特不靠谱 行吧 我们先不管这事吧 你跟她认识到现在是一年是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七八个月 也不短了啊 依你对她的了解她踏实吗 比如说这件事 有一次就是我们跟我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就刚好那朋友说也是有一个活动 要需要设备上的支持 当时她俩躲问一下就没躲问 心事淡淡地说既能给你省钱 省事又省力 可是到最后这件事办完的时候吧 就比人家预算的还要多花了好几百块钱 这事整得特别尴尬 当时这是我确实是应承人家了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人家就有这事呗 然后我最后就问我那朋友 刚好一步巧的事 人家把他借出去了 这件事就虽然说弄得不好 也是怪我 如果你办不好这件事 你就不要提前把话说得太满 就是心事淡淡地 他俩问就没有问 就一口气就打赢了下来 当时也不是为了你着想吗 好好好 她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什么事吗 就是我工作的事就是工作也赚不了多少钱 马上就要面临毕业的时候就要签那个三方协议吗 到公司人事了解了一下 她说说以为我就是来这边社会时间的 根本就没有说要跟我正式签合同 就当时没来之前她跟我说的也不是这样 就也是夸大气词 就是说跟经理是好朋友 然后就肯定能给我找一个做办公司或者是做啥体棉的工作 到现在也没有落实下来 这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就是因为啥 因为当时是确实是让她来 我给她就说你来这边上班 因为我们当时不是异地恋吗 来回我们两个我跑唐山 他跑天津也挺不容易的 刚好赶上他就是现在就面临实习 我当时问我朋友 他就说他在这边能上班 我也没多问 我又挺高兴 我就叫他过来了 最后他要签三方的时候 人家那边告诉他说就是录用不了 把我弄得也挺久 但是我最后就给他说了嘛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 找一份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 你就相当于就在这儿攒一份经验吧 现在出来多份经验的话 你以后简历也好写 找工作更好找 你现在有工作了吗 那么多朋友 他现在也没有工作 你那么多朋友呢 就整天跟他朋友一起 就在外边吃喝玩乐的一样 就还有特别的朋友来找他 想让他给他找一份工作 就他那些朋友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在这儿当服务院 下个月可能就在那家当服务院 一点稳定性都没有 他就整天跟他们一起 就是在外边吃喝 但你说的 那朋友都是我以前的发小 他们就是去年毕业 然后找工作 然后上去感觉 就是感觉就不感兴趣 然后就问我 我问这边有啥 我说天然这边还行吧 反正挣得也挺多 我说你们要不来看一下 他们就来了 他们三个来了之后 就说你们要自己瞅着 我说就是吃饭了 干啥没钱了 给我说 我能帮就尽量帮 因为我这人性格就这样 然后他们就是有的 就是三天打电影 你哪来的钱呢 我就是家里就是一个 给一千块生活费 然后我干兼职 现在销售的时候 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吧 我下一步打算 我就现在 就先一直找着呗 先找实习感兴趣的话 你们俩的事你怎么打算 我买两个事 我就希望他就跟我留在这 慢慢找呗 反正现在还年轻 反正我敢呀 我挺努力的 有干劲 不是你打算干什么呀 你有干劲 这一次他们朋友就聚在一起 还想讨论 一共几个朋友 一人出几万块钱 然后头上十几二十万 想干小木 干什么项目 我也不确定 就是我那几个朋友就提议嘛 说一人拿上几万块钱先搞 就是说先有钱了 先有启动资金了 就好找了 可是现在就跟着了 明明说这靠谱们 他小木还不知道干啥 就一个几个抽签 都躲大人了 还干什么有之的事 那本来就是现在 不得先有启动资金 再找项目 不就顺风顺水了嘛 等于找到项目 再找项目 都黄黄再等 是是是 好好